我女儿等你五年了 你到底存了多少钱啊 等八十万彩底存够了 就可以去七七了 现在物价都涨了 彩底是不是也要涨一点啊 对 肯定是要涨的 你看涨到一百万怎么样 呵呵呵 算你有点良心 就按你说的嘛 但是呢 我现在没那么多钱 还差几十万了 再等我几年就可以存够了 什么 再等几年 你开玩笑嘛 七七已经二十八岁了跟你讲 你如果没有钱你可以去借啊 那你扫头上有多少钱可以先转过来 先做定计议 叔 宽敬事我也没地方借啊 怎么会没地方借呢 你都工作了多少年了 人员怎么会这么差呢 总共才几十万啊 我也借不到 我能源好着呢 我要是想借的话 几百万我都能借得到 主要是因为结婚去借钱的话 我没办法 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 我要好好考虑你与七七的分析的 那你好好考虑吧 我一会儿还有客人来 不送 主要是是 你有考虑过好夥吧 没有 我倒想看看有什么后果 哎呀 是是啊 你也别和我生气啊 我没有生气啊 哎呀 我想了一下 财力还是按八十万的来吧 你什么时候还没打给我 你们可以马上去领证 既然这样的话 财力要么三十万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觉得吧 八十万有点多了 我倒没跟你说一百万 八十万你还嫌多 那这样 再给你便宜十万 七十万 一会儿都不能少了 其实吧 三十万我都嫌多了 要不二十万吗 剩下的钱 我还可以买辆车 你把我虐当货物了嘛 还在这儿讨价还价 你意思是不当货物了呗 那财力不要了 是是啊 你这个孩子怎么变成这样啊 又不是我七七很想嫁给你 哎 那二十万就二十万嘛 马上转给我 你同意了 同意了 我现在不阻止你们两个人了 但是我现在又不敢把钱给你了 你又想干嘛了 二十万还有话说 当初你分要八十万的财力 才肯把七七嫁给我 现在二十万 你就妥协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多少人放不下 是是非非乱如麻 你解答 hot 好 好